哎,吴总啊,哎,这个车怎么还搞了一个,这个,这是,这搞的伞吗? 我们在培训的时候啊,穿梯太热,所以说打这个伞,把这个学员啊,避免晒黑,太热了。 里面开着空调,外面打着伞,太热的时候,还没用个控油这个油力脱液,去见这个车。 这个女生,女生怕怕怕晒黑,兄弟们,这是这个新窑驾校啊,这,这,这个,这个,这个,你看到没有,这教练车还要打个伞啊, 这,这女生怕晒黑啊,爱美吗?所以说,这真是做的到家了啊,这细节啊,美女啊,你学多长时间了? 满意吧,对着学校,你看这个三大挺好吧,这车,想得很轴道吧,好好努力练啊,这边是教练比较细心,对吧? 这个车啊,这个车有个,打这个雨伞,打这个伞啊,这教练车啊,这边想得很细心啊,哎呀,师傅,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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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擦什么了? 这每天都这样擦吗?就是收工之前? 啊,你这以后的情节,也是带动一下这个学员,以后养成好的习惯是吧? 对对对,哇,你们这学校,不管教学吃,其他还,以他的将来还要,还要负责啊, 每个教练都要坐到这一步 哇 学员 懂车爱吃保养车 对主要是爱吃啊 最起码 他们不会忘教练教练教练 那可以可以不错不错 这车里边 这车里边我看一下 这车里面那么干净啊 每个教练都是这样的 你每天也是这样 你们都行 哎呀很干净啊 你看 这车也时间不短了 你看这个车看着骑车四啊 写不短了 但是还这么跟新车一样保养的 爱车啊 哦 那可以辛苦了 师傅啊 辛苦了 辛苦了